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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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Super Nintendo World 早在去年3月疫情期間 已經正式開幕 已有人氣角色maryo 兄弟所居住的遊戲世界 為南本 懸區內大小細節都盡顯深思 一眾香港任天堂fans 望穿秋水 終於有機會趕快去日本 一起感受一下這個懸區的奇幻風乾 懸區由兩大機動遊戲 和大量的遊樂設施所組成 首先入到來馬上去玩maryo賽車 門外顯示等候時間需要100分鐘 不過由於我們事前已經準備好快速通關券 所以就可以加快排隊速度入場了 入到這裡之後 他會拍下一個Mario的帽子 帶著他玩遊戲就更加逼得了 Mario賽車是任天堂最賣座的遊戲之一 今次在環球影城裡面 就換成了由玩家在現實真人操控賽車 運用經典的遊戲道具 和其他玩家爭奪第一名的寶座 加上遊戲內包含大量AR科技 螢幕投影等等視覺效果 仿如處身於遊戲世界之中 完美重現了各種賽道場景 然後就去玩耀西冒險 耀西冒險就由馬里奧兄弟的好友 恐龍耀西擔任主角 玩家將會騎上耀西列車 根據其諾比奧隊長的地圖 環繞園區一圈 找出隱藏在各處的三隻恐龍蛋 遙西冒險的遊樂設施 雖然不及Mario賽車充滿刺激感 但盛在風景搭舊 園區在高處一覽無懷 是記者私心推介的打卡位 另外如果想100%完整體驗園區內所有遊樂設施 就一定要入手能量手帶 有六款角色選擇 連接日本環球影城官方APP 就可以開立遊戲帳號 只要在園區內敲擊問號專快累積金幣 就可以獲得即時的排名 和其他同場的玩家同時間競賽 玩完之後當然要買限定的Mario精品 本色應有盡有 只是角色造型頭褲已經有超過20款選擇 其中以害羞幽靈和奇諾比奧造型頭褲最受歡迎 目測在場不少日本妹都帶著玩 最後分享多一個小提示給大家 日本開關後各地旅客湧入 排隊時間自然配增 原來多個熱門設施 好像哈里波特禁忌之旅 珠羅紀公園乘船遊等等 都需要超過60分鐘的等候時間 非常誇張 不過如果有預算 不妨考慮在K-LOOK網站或手機APP 線上購買日本環球影城 快速通關券 以電子券模式發放 一票免排隊 就可以玩盡七大遊樂設施 節省時間和體力 另外 Super Nintendo World園區 亦設有人數限制 入完之前 需要預先在環球影城和官方APP 領取整理券 又或者親自到園區門口領取 而K-LOOK指定的日本環球影城 快速通關院 亦已包含限時入場票 保證能夠入園玩到 非常方便